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公公爸爸韓基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寒門舞學中的琴拿術 那琴拿大家最常知道的一個動作就是小禪師 那在套路裡面我們有很多這樣小禪師的動作 例如一拍手腕二旋轉三往下切 在很多套路裡面都可以看到這個動作 那這個一般外面的防身術或者是琴拿術裡面 都有教過類似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對方抓著我的手 我一拍手的時候鎖住他的手 旋轉對著他的時候 關鍵帶手指頭要對著他的肚臍旋轉下去就可以抓得到 那這個動作在一般外面很多小禪師手裡面都有教過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說 我跟各位介紹的是大禪師手 大禪師手跟小禪師手的差別在於說 小禪師手在抓的時候有可能對方力量很猛 那一般你的技術沒有那麼夠的時候 你要轉會轉不動 例如說他很大力 我一拍手二轉光是轉這一下 遇到力氣比較大的 如果你的程度不夠的話 基本上轉不過去 只會說我們可以看到回轉 我可以周身旋轉上去 那這個是技術的問題 一般出拳比較抓不到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大禪師 大禪師怎麼做呢 我們分解動作教大家喔 一 當對方抓到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用手臂去轉他 因為基本上對方力氣很大的時候來抓緊喔 我會轉不動 所以我會靠身形 那我分解動作教大家 一 身形左腳往左邊 也就是他的外門 踩出去 二 我身體向前方旋轉的時候 掌心對著自己 三 左手從下往上 搭住他 這時候搭住他的時候 扣住他的手 手 背的位置 我轉回他的手肘自然就彎了 這時候我往下 他就被我傾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大禪師手 那當大禪師手抓到的時候 來 你那隻手上來摸我一下 他會抓不上來 再一次摸我一下 摸我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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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摸不上來 這個就是大禪師手做完成的時候的動作 來 我再做一次 分解動作 當他抓著我 抓得很緊 我小肘自轉不上去的時候 左腳踩外門 二 身體旋轉 掌心對著自己 三 左手由外往內圈進來 扣住他的手背 旋轉過來 切過去 好 很多人會有疑問說 這個動作 很多步驟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做得出來 我剛剛講到這個動作是針對對方抓很大力的時候 光是旋轉這一下 或許有可能可以轉得過來 這時候你要切 他可能這個時候也會有反應 所以這一下我們可能是騙他一個角度 例如我騙一個角度馬上鎖進來 這個時候他的手來摸我的時候 我馬上就轉過來 所以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順勢角度的動作 轉過去扣住他 那又或者是說 當他做小禪師 對我做小禪師請他的時候 一 二 這個時候的時候 當他做小禪師的時候 我的手 假設說他切下去 哎呀我快要被蹲下去 我們就得要用大禪師手破 破他下巴 反過來 這也是一個反其拿手 我們又叫中禪 或者是叫大禪破小禪 再看一次 如果他做小禪師手慢一點 二 他要切下來的時候 空中 我們感覺到 他要壓下來的時候 我的左手白蛇吐性 穿上去順勢切過來 剛好就構成了大禪師手的一個要件 這個時候我旋轉 切下去 動作完成 以上 就是我們 檀門舞學 禪師手 大禪師手的動作操作 謝謝大家